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绝对不可小觑的 当年的俄国正式看中了这一点 才通过不平等条约 迫使我国搁上了过去 并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 有着制霸东方的意思 经过130多年的发展 海参崴逐渐成了一座不仅渔产丰富 而且工业发达的美丽滨海城市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 同时它也成了俄罗斯海滨边疆州首府 也是俄罗斯海军第二大舰队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因此它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海参崴与俄罗斯隔海相望 通过世界上最长的斜拉跨海大桥连接 这座桥还被称为俄罗斯的旧金山 建成为APAC会议的前夕 值得注意的是 这座城市同俄罗斯其他城市一样 都有着女多男少的问题 女性人口比男性多40% 因为离中国近的原因 很多女孩甚至梦想着 有一天嫁到中国来 因此大街小巷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元素 试想一下 走在海参崴的街上 吹着凉爽的海风 欣赏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 是不是很惬意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